挑战365天睡沙发 老婆当场鸡眼来 干老王 咱上班个事呗 啥事你说说呗 就你这家庭地位 还有什么不该说的 那个 就是那个挑战 咱要不别做了呗 你说的 我挑战365天睡沙发的事 那不行 男子汉少了得算数 不是你小伙子吗 做事不能半头玩睡 行 我也不跟你废话了 直接老回去吧 我问你答我加一千块钱 零花钱 你只要有一道题答错 你就得听我的 你过来啊 第一题 是粉丝投稿的 也算是开门小菜 天空 你给我多少颗星星 我就问你这粉丝过又愁吗 三 二 现在目前科技探索到了 用肉眼能看到的星星 大概是六小 但是用最大天空外景的 就能看到实际9680万 第二题你我听好了 人身上有多少根头发 你快点说 你是真行啊 黄人的头发平均数量为十万六千五百八十二根 金色头发的白种人的头发比较细 有十二万八千一百六十九根 红色头发粗粗点 有八万一千五百六十二根 哈哈哈哈 不信你又自己输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咱们想 第三题 西游记 哎 西游记我熟 西游记里猪八业身高是多少 猪八价最长一米按照生活比较贵定 身高应该是在三米五左右 哈哈哈哈 最后一题 也是粉丝投稿的 冬奥会里面戴口罩是哪个国家 伊朗还是个女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还有事吗 没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